拉起封鎖線 禁止人車進入 前方一棵路樹抵擋不住蘇迪勒 來勢洶洶的強風大雨 整棵樹連根拔起 壓倒騎機車 經過的三十多歲男性騎士 消防隊員獲報前往救援時 男子已經沒有呼吸心跳等生命跡象 人緊急送往亞東醫院急救 透過鏡頭你可以看到 在我背後有一棵非常大棵的樹 它大概是有四層樓高 這麼高的一棵樹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不敵強風的關係 所以導致它是連根被拔起 而且這棵樹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旁邊有一棵 跟它對應相關 差不多高的一個樹木 就可以知道 如果這棵樹掉下來的話 撞擊力道有多強 這起颱風事故 發生在新北市板橋中山路 和民生路口 臨層四點中風雨交加 一棵高達四層樓高的大樹 經不住瞬間十二級風強襲 硬生倒下 橫垮整條道路 不僅壓到騎機車的騎士 樹幹更砸到停在路旁的銀色箱型車 還好騎士經過急救後 撿回一命 目前正在醫院觀察中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 記者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